好,接著講特色 我講最大那六款,因為大家會比較經常接觸 但其實大家除了記得名字之外 就完全沒有想過究竟它們是什麼東西 好,先講響 響其實是blended whiskey 即是說它不是單一麥芽 響這個名字其實是取其於和諧共鳴的意思 大家如果有機會接觸響的瓶 你會留意到瓶身上有24個切面 這24個切面其實代表了24個氣節 即是節氣和24小時 是有日本四季的行儀 所以有朋友說響的那一瓶很漂亮 我也覺得可以的 它的出現是為了紀念三德里這間公司成立90周年而推出 其實上當日第一批響 其實的瓶上面是沒有寫到年份的 根據他們的記載 那一批的響 其實裡面其實是17年的威士忌 這樣 但到了2001年之後 就分了 終於在一個瓶上面 就有表明了年份 有幾隻 其實為什麼要說呢 因為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我會遇到的朋友可能是混亂的 譬如響一定是12、17、21、35 但可能會不會無緣無故 混了一支18的出來 那18在哪裡呢 18一定不是響的了 其實為什麼要緊張 如果你告訴大家 你要記住的 響是只有響12、響17、響21和響35 就是 萬一有一天 有朋友跟你說 我買了一支響18 那你就知道什麼事了 那些東西是要記的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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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不知道的時候 當然你 方便就可以上公司看 但是 你有時真的不會記得 所以這些東西是要說的 因為如果它沒有的時候 你突然跑出來 那支一定是很棒的 那響的歷史就是這樣 然後 山崎 山崎 山崎是Yamasaki 山崎是Singomo Whiskey 響是Hibiki Singomo Whiskey 它其實有幾個版本 它們很久很久之前 只有12、18、25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支新山崎是近幾年才會出來的 我喝威士忌 第一次接觸日本威士忌 其實還停留在山崎12、18、25 現在是有新山崎 山崎12、18和25 基本上25都很穩穩 也不用考慮了 山崎18坊間都見有 大家用來找一下 有興趣的 另外 有些版本的山崎 是所謂的 特別版本 包括山崎1984和Sherry Kask 有些版本甚至不是在香港或亞洲區推出的 所以,假如你去到外國旅行,你有機會見到一些有趣的版本 可以不妨上網查一查,然後決定買不買 因為真的,其實有些版本是不會在香港出現的 所以大家想想 為什麼要介紹Sanke Sherry Cars給大家知道 Sanke,聽說 其實近年,日本兩家大廠,包括Santhury和Nika 其實他們給了很多錢,在歐洲買了很多桶回來 當中以Santhury Cars是最多的 他們會買的是沒有爛 很漂亮,完整的桶回來 他們願意付錢,因為賺到錢 他們會賺到錢 他們會賺到很多的桶回來 其實就是 令到他們可以提高他們 做威士忌的質素 正因如此 而且,剛剛今年出現了一件有趣的事 就是在2015年 金馬里斯的《威士忌 Bible》裡面 金馬里斯是一個什麼人呢? 金馬里斯其實是一個 他不是酒瓶人出身 他就像我一樣寫東西出身 寫下寫下 就變成一個威士忌的專家 他每一年都會出一本《威士忌 Bible》的東西 就是,假如你喝酒的話 或者假如你很喜歡威士忌的話 不妨考慮一下去研究這本書 當然這本書是英文的 剛剛拿了冠軍 就是那支 Sanke Sherry Class的2013 聽說,這批東西 香港是沒有的 是去了 只有歐洲有的 聽說,香港有三支 在某一間飯店裡有 不過我忘記了名字 我知道的名字 我未必會告訴大家 因為我想 其實 是不是一定要試這件事 很 depend 我想試,不是不試 但機緣,我永遠都在說 酒又走完 所以令到 其實Sanke 威士忌已經做得很好 今年還要拿著冠軍 所以 爆了,爆得很厲害 所以大家可以把那個 魚屎 魚屎精神 搬去Sanke 其實 Sanke和響 都是 好的威士忌 我的形容是 Sanke Sanke 底下的三款 威士忌 對於我來說 不是很吸引我的 因為我不是很傾向於一些 比較甜口 溫和的威士忌 響和Sanke 都是屬於這一類的 不是說他們不要喝 個人口味 他們做得漂亮的 當然在某些年份上 會特別好 香味 所有東西都有 不過對於我來說 我略嫌 日本威士忌 其實這麼多隻 比我到現在為止的感覺 停留了這個部分 當你喝威士忌的時候 你才會在口腔裡感受它 然後你會在這個位置 我面對日本威士忌 這麼多年來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它卡在我的喉嚨 它的酒精度 永遠去到這個部分 就沒有了 它沒有足夠的力度 到我的胃 再上來 因為喝酒 或者你做Tasting 其中一件事 就是酒精落到你的胃部 之後再上來 那個其實有一個部分 是有一些香氣 還有一些感覺 那麼 日本威士忌 永遠給我的感覺 就是落不到底 卡住卡住 大家可以不妨試一下 我覺得 因為我這個經驗 其實都跟不少 初喝威士忌的朋友 或者喝了一段時間 威士忌的朋友 都有聊過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普通的感覺 而我永遠在蘇格蘭的威士忌裡面 我是可以得到一個很暢快的 落到下面 再有一個力量上來 或者落到這裡 你感覺到胃有一股暖氣 那個感覺是很重要 對於我來說 這個感覺比較優良 比較好一點 相比起日本威士忌 我沒有這件事 變了很多香港的朋友 或者亞洲的朋友 或者不太喝很多威士忌的朋友 就可能會喜歡 因為酒精感下來 燒一燒喉 然後就沒有了 可能對於他們來說 已經有足夠的刺激 或者已經有足夠的力 所以他們會覺得日本威士忌好喝 還有覺得他們很滑 覺得他們很舒服 相對地 蘇格蘭的威士忌 絕對不是的 蘇格蘭的威士忌 所以他們的味道 感覺有很多 有很多 有很多的 沒有那麼簡單 那 講得太遠 稍後回來 再講一下下面那一段